Hello,大家好,我是阿杜 今天给大家分享手工凉皮的做法 我们将昨天洗面筋留下来的小麦淀粉 今天用来做手工凉皮 不知道小麦淀粉这个是怎么来的 可以欢迎一下我昨天拍的视频 经过一晚上的沉淀 我们把上面的清水倒出 后面剩下的小麦淀粉 我们需要用手把它给它搅拌均匀 因为有些已经粘连在盆底 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取一个空盆 上面换上蜜肉 先搅拌好的小麦淀粉 经过蜜肉过滤一下 蜜肉上面的不要 下面的这个小麦淀粉水 就是我们做凉皮要用的淀粉浆 今天我们做凉皮采用的黄花式蒸 当然有电饼铛的朋友可以用电饼铛 这样效率更高更快 取一个空盘 这个盘子要是光滑了 以便于等下凉皮好试下来 盘来倒上少许的食用油 用手抹匀 让盘子的底部每个地方都有油 这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粘连 等下好试下来 舀入电魂浆到盘里 这个量的话根据盘子的大小 要让将整个盘子铺满 如果需要厚一点 就多加一点姜下去 如果喜欢吃饱一点 就少放一点姜 下一步我们开始蒸制 锅内烧水 上汽以后放入凉皮 盖上锅盖 蒸两分钟就可以了 两分钟后将凉皮取出 需要冷却一下才好撕下来 我们放入装油冷水的盆中 冷却半分钟 冷却好以后 我们用手小心的将凉皮撕下来 好 这样一张凉皮就做好了 剩下来也同样的烘化 将凉皮蒸好 下一步我们把凉皮卷起来 然后用刀切成一厘米宽的条 切好以后将其分散 放入盘中 下一步我们来调凉皮的拌料 5克蒜蓉 2克食盐 2克鸡精 5克芝麻油 10克白醋 1克白糖 放入红油辣椒 这个量自己调节 有芝麻酱的还可以换点芝麻酱 最后放入葱花 有香菜的可以换上香菜 搅拌均匀以后倒入盘中 用筷子将凉皮换拌均匀 凉皮中当然还可以加黄瓜丝 面筋 以及酸萝卜等 好了一道手工凉皮就做好了 吃起来非常的抠坦爽口 味道酸辣开胃 这里说一下 用高筋面粉做的凉皮非常的抠坦 如果你又喜欢吃凉皮的话 不妨参照视频 自己动手做一下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